所有女生们也有男生啦 一年一度的省钱大会就要来了 今天起 今年双11预售就正式的开启了 各电商平台也陆续的公布了它的新的玩法 那时间上来说呢 某猫双11的预售呢 将在10月24号的晚上8点开始 无论是预售复定金阶段 还是在售卖的阶段 都是告别了零点 终于是不用熬夜了 那某东呢 10月20号零点开启预售 去年则是在10月20号的晚上8点 那在提高消费体验方面 各平台还推出了讨好消费者的举措 比如说10月19号起 某猫升级运费险的权益 那推货的话 不仅仅是运费险范围内的免运费 那就连因为超重所产生的邮费也全都免了 还有呢 就是某宝钢上线的多地址合并下单功能 想买的东西放入到购物车之后 可以直接啊 给不同的商品添加不同的地址 再合并到一个订单里下单 某东则是新增了种草期 进入到10月份就开启种草期 10月下旬进入到预售的预热期 那在满减的方面呢 今年的力度也是比往年更大了 某猫是满300减50 某宝呢是满200减30 某东分别为全品类通用的满299减50 和部分品类可选的满1000减50 但是朋友们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虽然啊 今年双11换了一个玩法 但是呢 消费者们表现的还挺冷静的 百度资讯指数显示 今年双11第一波热度出现在 9月底公布招商规则的时候 10月公布满减规则的时候 这个指数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这其实还挺好理解的 多年的这个市场教育 以及各平台呀 隔三差五呢 就出一个购物节 双11的价格优势没了 那当低价成为常态 当短视频直播间的优惠力度 比双11更大的时候 自然就不会有人继续 为双11去承受像熬夜呀 算术以及套路等负担了 在经历了堪称史上最冷的618之后 更新玩法升级机制 回归到本贞的各大平台 能够让双11这个有着14年历史的 促销IP再度回归到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吗 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 理性消费是好事 不然每次冲动消费之后 总有那么一两件还挺后悔的 不是买多了 就是买回来立马就不喜欢了 谢谢大家